我想赛前一定已经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 因为李玄一他不出以后状态一直非常稳定 你当然对他的胜利是比较多的了 但这场比赛你想过困难吗 因为看了昨天他跟陈静的比赛 我觉得说实话从我的心里面感觉 我觉得他不像是32岁的运动员 因为他创作非常的好 而且有足够的体能和陈静去打多拍 因为本身队友曾经就是多拍能力非常强的一种人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大赛当中他还能发挥那么稳定 一定是有非常好的训练基础 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的半决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 那你觉得今天真的是全力以赴了打得非常痛快 我觉得今天打得非常的投入 因为做的比较好是希望自己不要再犯昨天的一些错误 因为这样的话会给对手一些很大的机会 所以今天至始至终希望都能够一直和李全一能够打出自己的状态 你知道李宗伟的比赛你并没有看 李宗伟今天拼了 我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个选手你明天会怎么准备 后天 我觉得李宗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长期以来非常竞争强大的一个对手 当然我们也是好朋友 我觉得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们两个人都非常的不容易 过了四年我们依然还能在决赛当中碰到 说明我们彼此都付出了很多 我觉得其实这能证明我们两个打得当机男子单打最优秀的 所以我觉得机会我不会去考虎 好准备 谢谢林丹 谢谢大家 谢谢